另外的就是那个日期时间嘛 不是有一个year 所以这些如果回去有时间 也可以稍微看一下year 有没有 那year的话呢 就是给他一个serial number serial number其实就是 就是那个日期的那个资料就可以按确定 然后给他这个资料给他 他会指得到呢 他的什么呢 这个资料的西元年是哪一年 然后按确定 1981 那不对啊 我要什么70 所以你就减什么 -1911 Enter 那不过哦 减完之后他会误以为说 你这个资料是一个日期 所以他帮你格式化 怎么办 没关系啊 按右键 储存的格式怎么样 你把它改为通用比较好 有没有70 那你如果向下填满 结果一不一样 一样嘛 我比起来的话 好像这个比较简单 有没有 一有 可是这个地方主要是凸显啊 Test是比较万用 也就如果你以后你看到的 你不是只有这个地方哦 很多地方你看到的 但你抓不到你要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有必要用Test转一下 那你就可以取得你要的东西了 那大概是这样子 那再来其他的话 那个插入什么 初纽分析表这个啦 没有 这个地方其实第一个你给他选范围 选完之后哦 一般就是你如果做简单的统计的话 你就把这个年次放年次 然后值的话呢 再把它改成什么 项目个数哦 不然他预设是加总 加总就不对了 项目个数按确定 然后在这边按右键 把它群组就可以了 群组之后的话呢 就五年级生 六年级生 七年级生 那最后的话呢 你再什么 再插入一个枢纽分析图 那这个图看你要哪一种图啦 自己再去找一个简单的图 那马上就可以得到 我们要的这个比例了 这个反正这个自己再玩玩看 OK 就可以很快的得到一个 初步的结果出来 OK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有关那个 聚集的部分 刚刚那个部分是额外补充的 那接下来的话 一样你就干脆把刚刚的这个 这个拖拉过来好了 Ctrl 键按住 然后一样把它复制一个工作表 名称把它改成叫聚集好了 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话 当然今天应该没办法 还没讲到VBA 不过下一个礼拜的话 就会开始讲到有关VBA 慢慢来的按部就班 就是渐进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做出像这边 按钮按下去 它可以清除掉 按钮按下去又出现的话 那该怎么做 我先把它恢复了 第一个的话呢 这个把它delete掉 就这样 那本来上面 你们原来的资料上面有这第一列跟第二列 我建议是把它删除掉 因为它等于是一个说明 正规的资料应该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你把它清掉 所以我这边是把它清掉过 OK 好 那第二步的话呢 录制聚集怎么录制 一 请你先把开发人员打开 那这个开发人员 预设是没有打开的 那要怎么打开 特别注意 这个东西的话呢 它躲在这里 一 请你点选这个箭头 二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清单出来 那你就找到其他命令 所以箭头 其他命令 再找到制定功能区 把这个开发人员打勾就可以 所以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区 这个地方 本来没有打勾 对不对 你就把它打勾 你想说 那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就给我们打勾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我们需要 就是要用的时候再打勾 那顾名思义 上面叫开发人员 意思是说 你如果打勾的话 表示 你就要成为 开发人员 OK 意思是说 你就跟以前不一样 有点像是 你现在就加了外挂一样 有没有 你之前的话 等于是一般的应用人员 应用人员的话呢 反正就是用人家产生的东西 那现在的话 你可以自己产生你要的功能 量身定做 有没有 一键完成你要的所有报表 自动产生 也就是说 你的工作效率呢 就有点像吃了大力丸一样 马上就倍增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所以你打勾的话 你慢慢要调整一下你的心情 OK 你要慢慢酝酿你就是要不一样就对了 OK 所以你打勾之后 就要有那种心情 他要按确定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开发人员又出现了 OK 所以其实之前我有问一个同学说 你有什么来学这个同学 他说他身边的同事每个都有开发人员 但是他连开发人员在哪里他都找不到 所以他觉得他有必要来学 因为他发现他同事啊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按钮 就他每天看他同事都就是按个按钮 按个按钮 他事情就做完了 他会觉得很羡慕 对 他会问他同事说 你为什么会做这东西 他就同事跟他讲说 他就是在来这边学 OK 所以他就来了 这样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第一步就是如何产生聚集 在哪里呢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所以待会用到的功能 在这里 录制聚集 录完的聚集会放在这里 实际上就是video basic 所以其实这个一层一层的 OK 然后再来的话 如果你录完聚集之后的话 你要把它变成按钮 你可以从这边插入 有没有 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做完了聚集 你如果要变按钮的话 就是在这边会有按钮 你就把它点下去 在这边拖拉出按钮 他就会问你说你要的是哪一个聚集 OK 那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第一步 如果你要把你那些动作 把它录下来的话 就是录制聚集 但是你录制聚集 他会跳出这个 你如果按确定的话 他就开始 把你的滑鼠键盘的 所有动作都记下来 变成程式 也就是说 你不能多做错误的动作 所以我建议 你在做录制之前 最好先彩排一下 就像说表演之前 先 对不对 我们先轮一下 或我们先 先走一下 不然的话 你等一下走错又NG 又重来 所以记得等一下要做哪些动作 有两个按钮 总共各自都有三个动作 最好你就是把那个动作记守 一 有标放在一二 然后做什么呢 这个上面的公式不要删掉 你只要一 有标放在一二 因为我上面那两列删掉 二 有标放上面打个勾 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快速点两下 这样OK了 三个动作 知道意思吧 我们再做一下 一 有标放这里 二 点上面打勾 三 快点两下 好这个是第一个按钮 第二个按钮的话 就是 有标放这次 一样 那把它全部选起来清楚 Ctrl Shift 向下 按Delete 第三个动作 好 那你就熟了之后 再来我们来开始了 OK 所以第一步 入字句集 第一个按钮名称呢 我把它改一下 叫串接好了 OK 串接 好 然后呢 按确定 不过因为我刚刚已经有做了 我把它盖过去 你们应该没有这个画面 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一 有标放这里 它会入第一行 那一行叫range 12.slater 然后二的话呢 就是输入公式 3 就点两下 下下填满 好 停止录制了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 再录制 这个叫清除 OK 那 我把它盖过 你们应该没有这个画面 好 1 有标放这里 记得你不能 第一步就在这里 你点它那一行就没有录到 OK 一定要放外面 OK 然后 Ctrl Shift 向下 这个要寄快速键 3 按Delete 好 停止 那录好了 在哪里 聚齐 清楚跟 串接清楚的 怎么执行 这边没有执行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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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清楚 也有了 就这样而已 三个动作 多一个动作 那就表示NG NG 重来 然后名称曲一样 盖过去就好 OK 等于NG重来 最后的话 当然 如果你直接从这边执行 太麻烦了 对 那怎么办呢 刚讲 插入什么 按钮 有没有 点一下 有点像小画家一样 按住 向右下拖拉 大小 你自己决定 放开 点一下串接 当我按一下这个按钮 就是串接 那我是建议你把名称复制起来 按确定你就知道 因为上面叫按钮3 那你可以把这个名称改成叫贴上串接 然后呢 一样的方法 再增加一个叫清除 然后一样把它复制 这个地方把它贴上 好 这样子的话呢 再点旁边一下 大功告成 然后试一下 按一下 出来 清除 有啦 有没有 什么事都没做 就OK了 所以我把重点再跟各位讲一下 OK 这个蛮好玩的 以后的话 你们回去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每天都做的工作 你就先把它录一下 让它跑跑看 OK 1 记得 把什么 箭头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区 开发人员 这个打勾 按确定 开发人员出来 2 请你在录制聚集之间先采牌 动作 1 2 3 点两下 然后再开始录制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